所以我應該稱呼你一聲劉老師 對劉老師在政治學界您的投入跟貢獻 我個人是非常的佩服 那所以請主委相信 我接下來要質詢您的問題 完全是就事論事 那我也想要解除我心中的疑惑 因為我一直很懷疑 在過去的這段時間當中 你背了多少黑鍋 有哪些決定真的是你做的 但是外界在批評的時候 矛頭全部都指向你 剛剛已經有委員質詢到說 各浪委團隊昨天收到罰單 被裁罰60萬 那我覺得基於在國會上面的倫理 以及在公共論述上面的倫理 我必須要自我揭露厲害關係 那個厲害關係是2013年 從憲法133的運動 到戈蘭偉的活動 我全部都是積極的參與人 在這兩波的罰免運動當中 我也是非常積極的宣傳者 策劃過非常多的活動 因此在今天台北市選委會所採罰的六張罰單上面 三張上面有我的名字 那我先做這樣子厲害關係公開的揭露 會讓我們接下來的討論 會比較在好的基礎上 不要讓主委任會 不要讓主委誤會說 我在國會殿堂上面 利用立委的職權 想要幫自己開脫 因為罰單給的對象是各安委團隊 也不是我個人 我純粹就制度面上 就是論事 第一個 主委剛剛你說 你對於86條的規定 你是也不妥了 你也覺得不應該開罰 剛剛我聽到您剛剛在回答賴委員的質詢的時候 您的答案是這樣嗎 我想請教主委 第一個問題 台北市選委會之所以會啟動 這一次有關於違反86條第三項的調查 是台北市選委會主動的 還是中選會喊請的 我想中選會並沒有喊請 就是說 他的答案的案子 幾乎都是檢舉來的 剛剛主委您的意思是 中選會從來沒有喊請台北市選委會 叫他們針對這件事情 啟動調查要開罰 是不是這樣 我們收到檢舉的時候 我們就遺傳給他 這是台北市選委會的權責 他應該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你剛改變你的答案了嘛 你沒有主動發案給他 是把檢舉還移轉給他嘛 所以主委您的意思是說 你不會主動從中選會這邊發言 要求地方選委會針對這種事情開罰 對不對 我們沒有做這樣的 好 2013年憲法133的運動 新北市選委會中選會有沒有發言 給新北市選委會要求針對罷免吳醫生的活動 進行調查而且開罰 這個有嗎 我現在不是要講台北市喔 我現在是要講新北市喔 中選會有沒有發過這個函 那個我想請賴處長說明一下 應該是有檢舉來我們才轉給這個新北市 沒有啦剛剛你說有檢舉來轉我知道嘛 那我現在要問的是中選會有沒有自己發過這個行 給新北市選委會 要求他們針對大名宣傳這件事情開罰 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跟委員報告 跟委員報告 我們的有檢舉案 機關檢舉案或個人檢舉案 都會給這個 對啦 所以我說轉過去的不算嘛 你們有沒有主動發函給新北市選委會 要求他們針對宣傳的事情開罰 據我的記憶應該也是有檢舉給我們 我們轉給他的啦 對啊 除了轉的以外 你們有沒有主動發函 要求新北市選委會 要求他們開罰 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喔 但是